香港的道路上有六十多萬架車 而我們可以將它們分為三類 分別是內燃機車輛、電池電動車 以及混合動力車輛,又或者叫做混能車 內燃機透過燃燒化石燃料產生動能,推動車輛 即是內燃機將化石燃料裡面的化學能 轉換成車輛的動能 燃燒化石燃料的過程會放出廢氣 裡面包含很多不同的空氣污染物 現時香港的車輛主要使用三種化石燃料 它們是汽油、柴油和液化天然氣 分別給私家車、重型車輛以及的士小巴做燃料 私家車使用汽油,因為汽油引擎能夠提供更高的加速度 柴油引擎的效率最高,而且柴油價格是最便宜的 而且續航距離一般可以去到幾百公里 即使用盡燃油,都可以用很短的時間來補充 不過內燃機燃運作的時候,燃燒化石燃料 會放出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淡氧化物 和可揭入原浮粒子等空氣污染物 除了污染環境也會影響健康 大家知不知道這是什麼呢? 其實這是香港給電動車充電的設施 雖然電池電動車在香港並不普及 但它在美國等西方城市就會比較容易看到它的蹤影 電池電動車利用速電池 儲存在試電得來的電力 在行駛的時候供應電力給電動機推動車輛 電動機即是俗稱的摩打 由於電池電動車是用電池的電力推動 所以電池電動車在行駛的時候不會產生廢氣 但是速電池的電力其實是由發電廠提供的 所以電池電動車其實仍然需要透過燃燒化石燃料提供能量 電池電動車的好處除了在行駛時不會產生廢氣之外 行駛一公里所需要的電力費用亦比用燃油便宜 另外一般電動車的電池儲電量比較小 只足夠行駛大約120-160公里 不過每次充電要超過6-8小時才能將電池充滿 若然在街上行駛的時候沒有電就會比較麻煩 因為在街上很難找到一個充電站 但是在馬路上行駛的電池電動車相對內燃機車輛有一樣好處 就是它們會配備再生制動系統 而再生制動系統可以增加車輛的能源效益 以下你就會簡單介紹一下再生制動系統的原理 一般汽車的制動系統在汽車減速的時候會透過摩擦力將汽車的動能變成耐能 因為汽車的動能減少 汽車就會減速甚至停止 由於制動所產生的耐能不能夠再利用 所以就會浪費了 至於再生制動系統 就會將車輛的一部分動能轉換成電能 因為車輛的動能減少了 所以系統就可以輔助車輛減速 再生制動系統透過發電機 將車輛的部分動能轉換成電能 再儲存在電池裡面 所以配備再生制動系統的車輛能夠在車輛減速的時候 回收部分動能 由此可見 再生制動系統有更高的能源效益 而這個優勢要在經常加速減速的路面 例如城市的道路才會特別明顯 這輛警車在外貌上和其他的私家車沒有什麼分別 但其實它是一輛混能車 混能車就是取內燃機和電動車的優點 混能車既有內燃機 亦都有電動機和供電給電動機的電池 提供能源給混能車的 是透過內燃機燃燒汽油 但是當內燃機產生的能量多於車輛所需 混能車的控制系統 就會將多餘的能量變成電能 為車上的速電池充電 另外混能車都配備再生制動系統 當車輛減速的時候 再生制動系統就會為電池充電 那麼混能車的電池裡面的電 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就是當車輛需要額外功率 例如上車輛的時候 電動馬達就會輔助內燃機推動車輛 所以混能車其實跟內燃機車輛一樣 是靠化石燃料提供能量 而不需要接駁市電充電 由於混能車不會有電動車需要長時間充電 和短續航距離的問題 而且它配備再生系統 可以提高整體的能源效益 但由於混能車有兩組動力裝置 需要有一個複雜的控制系統 所以它的生產和保養成本相對地昂貴